大家好,欢迎来到梦境聊球 今天咱们来聊一下两支CBA世绸球队八一队和福建队 这两队几乎每次交锋都会擦出火花 不打一架比赛就不会结束 第一次是2015-2016赛季两队爆发了CBA史上最严重的冲突 起因是八一球员邹宇晨在防守十九步击打到了福建外援泰勒 泰勒也是个出了名了恶棍 他怒推邹宇晨八一队其他球员不干了 全都冲了上来为欧泰勒 此后工作人员教练包括观众都冲了进来 现场极度混乱 来回到我们的时间起好吧 回到我们的时间起好吧 也请我们现场的各位成员 独立下我们的成员 距离第四节结束还有6分22秒时 福建队外员8号泰勒在篮下跳起投篮时 八一队24号许中豪 13号罗凯文以及10号邹宇成 三人同时跳起风盖 其中邹宇成腾空下落时身体失去平衡 身体的右侧和手臂压在了泰勒的头肩部 泰勒瞬间转身用右肘击打了邹宇成的背部 随后用右肩顶撞了邹宇成的背部 邹宇成随即用右肘击打泰勒的头颈部 而八一队许中豪和罗凯文先后从两侧抱住泰勒 在此过程中八一队8号曹炎冲上来几次挥拳 试图击打泰勒被福建队队员阻拦 而八一队替补席上的7名球员先后冲入场地 福建队替补席上也有4名球员进入场地 场面相当混乱 比赛一度中断11分钟 在篮协公布的对两队的处罚决定中 福建队外员泰勒 八一队球员邹宇成均遭到了停赛5场的处罚 八一队员曹炎也被停赛3场 另外八一队的富豪 李天歌 田宇强 刘航初 雷蒙 于晨 张祖明 福建队的赵太龙 孙伟博 王曾杰 李航 被通告批评并停赛1场 第二次是2016至2017赛季 距离全场比赛结束还有6分30秒时 八一队韩硕和福建队的葫龙帽 在八一队的一次进攻过程中 缠斗在了一起 随后其他球员也都冲了上来 注意各位注意情绪 请收到各位注意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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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 appoint kin 赢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wanted something join faculty dengan células 你可以对每一个ury time 这样子 这么快 homicide 期判就是 从数年 楼 我們真的不希望在每一個比賽的現場看到不愉快 結束在今後的婚以來 всё是長江澤民視界的支持 同時我在這個記錄和鉤子彼此在一起 是這事結果都接受了一點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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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宇强这个情绪的 这个 变化的应该是来自于 就是刚才田桂森去拼抢 这个地板球的时候 可能是压到他的胳膊 双方的 都有点情绪化 那就是认定说谢雅才 那实际上还是 我们再看一下 这球呢 说实话 其实田桂森的动作 好球 这是富豪的中投 这个回防过程当中 又球员倒地了 黄毅超 黄毅超跟郭浩文 刚才没看清啊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看一下啊 这是退防过程当中呢 黄毅超主动发力 直接把郭浩文给撞飞了 但是呢 这是之后的这个结果 我看你 我们可以打开